俄军全部改用中国北斗 西方专家西平 中俄被靠背让对手无可奈何 放弃GPS 全部改用中国北斗系统 中俄被靠背的亲密合作关系 已让对手无可奈何 甚至有西方专家评论称 中俄两国之间的密切程度 早远超西方的预判 近日 据俄媒报道称 目前正在乌克兰境内 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俄军部队 已全部放弃使用美国的GPS导航系统 转而使用俄罗斯自主研发的 格洛纳斯导航系统 更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格洛纳斯导航定位 终端在经过改进后 均可以接受到来自中国北斗系统的导航信号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经理 在其社交平台上 也再次公开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表示 受美国制裁的影响 俄罗斯恐将被美国排除 在GPS卫星导航系统之外 为了应对这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俄方已准备全面启动格洛纳斯系统 更重要的是 在此基础上 格洛纳斯系统 还会与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 进行全面兼容 以确保俄军在执行战斗任务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更加稳定 且精准的定位信息 在现代化战场上 导航系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们常用的GPS导航系统 是由美国国防部研发的 GPS能为地球表面超过98%的地区 提供准确定位 测速和高精度的标准时间 一般情况下 军用设备可以接受两个GPS频率 而民用只能接收一个 而使用两个GPS频率 可以校正因大气层而引起的信号失真 以提高定位的准确性 这就意味着 美军可以将GPS用作一种战略杀伤武器 随时切断对手的GPS信号 使对手依赖GPS导航的精确质导武器失灵 甚至可以使民用服务瘫痪 正是意识到导航系统的重要性 中国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 最终建成了属于我们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